我给你打了个最低分 老天赏了你一口饭吃 为什么这么多年来一直没有起来呢 主要的原因你知道是什么吗 来 我觉得只要你但凡勤奋一点努力一些 你今天都不会 至于在这个卡位上 你会很好 我不是来的吗现在 记得在2010年的一期《天天向上》中 主持人问日本早安少女 有没有喜欢的中国明星 组合里面只说了两个人 一个是成龙一个是阿兰 阿兰当年在日本有多红 一毕业就被亚洲最大的爱回唱片公司签约 和宾棋部安世奈美会等并称日本九大歌姬 是打入日本公信榜 获得成绩最好歌手的中国歌手 而上一个人是王菲 据说阿兰第一次去日本的唱片公司时 社长直接被他的声音惊呆 之后便在日本出道 当了歌手之后 爱回公司更是花重金打造他 由金牌音乐制作人 菊池一人来带他 菊池一人曾为兵器部 东方神奇等多名艺人作曲 菊池一人对阿兰到底有多好 别人求他来做歌曲 他最多就是作曲 但是到了阿兰这里 作词作曲全权由自己代理 连在中国的几张活动照 都是和阿兰相关的 菊池一人的社交平台上 也全部都是阿兰 每天叫着兰兰 因为兰兰菊池一人也爱上了成都 喜欢上了大熊猫 在日本大地震的时候 菊池一人转身拉着阿兰往外跑 因为菊池一人的帮助 2008年的时候 阿兰有幸和世界级钢琴家 版本龙衣合作怀念未来 因为对中日文化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阿兰还上了新闻联播 以在日本发展优秀中国人代表的身份 出席宴会并给温爷爷献花 连续发表了五张地球元素的单曲 为赤壁演唱的主题曲 《九远的和》更是在公信榜上排名寄军 打破了王妃曾经第九名的成绩 拥有这么好的机会 阿兰却没有成为第二个兵起步 他差点成为全亚洲最厉害的歌手 他就是阿兰 在日本四年日语都没有学好 唱歌的时候甚至需要把歌词注音抄到手上 连日本观众都在吐槽阿兰的日语说的不好 说他光顾着吃神户牛肉 说他是牛肉公主 因为日语学得太慢 阿兰在日本上节目的时候 总是被戴斯说作为一个艺人很失败 阿兰亲自下场回怼 如果你说我日语差我承认 你说我不进职教训我 你也配管好你自己 到时劝你别在日本丢中国人的脸 唱我的歌之前多喝点水 音太高了 因为日语太塑料 经常会一本正经的把事务所辛苦了 说成事务所要完蛋了 在日本减产口无遮拦 说了很多大实话 日本歌手从来不假唱 但是有些人现场并不好 暗示脸居然比我还小 虽然结婚生子又离婚 但是我还是很佩服他的 早些年还会在网上怼黑粉 被留下了超多蓝蓝语录 比如知名的教训我 你也配 我妈都不急 你急什么呢 阿兰的这一行为 自然是获得了不少黑粉 再加上不喜欢营业 又比较宅 回国之后便被迁到了 杜华的公司 乐华公司 回国到乐华娱乐之后 乐华好像并没有把阿兰当作宝贝 没有专心支持他搞音乐 而是按照普通练习生的发展路径 给他品牌拍 接冷门综艺 变成一个什么通告都接的杂牌明星 在签约乐华的那段时间里 阿兰也出过很多专辑 但是质量下降严重 不仅没有爱回团队的事 连专辑封面都是浓浓的上世纪民歌风 看着让人毫无兴趣 这也就是为什么大家都觉得 阿兰回国之后 唱歌的功力就下降了 其实更多是方向上的问题 直到后面开了葬歌会 这才慢慢找到了方向 14年在日本开演唱会的时候 本来担心日本歌迷会忘记他 不敢选大场地 没想到当天很快就受空 家常也被卖光了 于是阿兰开始做和民族音乐有关的东西 也就是为什么 后来在浪姐的舞台上 歌迷都希望他能够唱流行歌曲 但是他却坚持选择神山颂 阿兰的一生到底有多顺遂 从小在富足的家庭里长大 家里全部都是艺术生 从来没有学过唱歌 但是却有一副高亢靓丽的嗓音 别人张口是情情爱爱 他张口则是祖国的大好河山 因为小时候阿兰太调皮 父亲便想让他学二胡 想用二胡把他挂住 可就是这样 阿兰在拉二胡的时候 总是盯着表看 只要时间一到就立刻停下 大概是老天爷赏饭吃吧 阿兰没有多么努力就拉出了成绩 因为二胡拉得好 被四川音乐学院附中看中 毕业之后直接考进了军艺 师从李双江老师 和韩红是同门 即使在军校 阿兰的性格还是一味的调皮 在央视表演还敢做搞怪大表情 也只有阿兰了 在浪姐的舞台上 别人都是到处寒暄 只有阿兰宛如社恐本人 别人都在纠结坐哪个座位的时候 阿兰直接对姐节目说 各就各位 节目录到一半的时候 阿兰直接对着镜头打哈欠 深呼吸打坐 真的是把蓝散演绎得淋漓尽致 录节目的时候 从来没有上过一节声乐课 阿兰说 那个教声乐的老师 我都能教他了 还想教我们 天天和宋佐尔一起在房间做饭吃 为了团队 阿兰不得不和纳盈一起跳女团舞 跳得不好被说之后 直接崩溃大哭 对着节目组说 别人跳舞也不好怎么不说 之后还被网友扒出 阿兰的粉丝群叫做 关你屁事 这真的很阿兰了 不过虽然阿兰看起来比较懒散 但是很少人知道 她其实是一个小富婆 人气不高的时候 用内部白菜价买了某光线传媒的大量新股 如今资产上亿 曾经有黑粉骂阿兰 不穿LV会死 上天天向上戴的首饰是价值上亿的九眼天珠 虽然人气不是很高 但是却依旧能够做着自己的事情 这样的人生 谁不想要呢